人人果实换手种尼卡形态究竟有多强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金 本期间不是我这枚果实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光从能力上来看 陆飞觉醒后的强度确实已经超过很多人 包括我的医疗 毕竟要是按照原先最保守的估计来看 身为超人系中强化自身身体的类型 陆飞觉醒后 甚至都不该出现影响周围环境的能力 更别说现在直接跨戏了 但戏看之后 个人觉得这种唐突和变动只是开始 陆飞身上的秘密 其实远不止从超人系到动物系换手种那么简单 而是一处即将改变整个海贼光力量体系的铺垫 在开始推断之前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画中 陆飞有哪些新增的能力 当熟悉的黑雷在骷髅头顶轰然炸裂 陆飞的霸王色突然强到了十分离谱的程度 就算没有霸王色之间的碰撞 鞋黑色闪电也全倒可见 不过后面撕裂防顶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陆飞用霸王色做的 因为此时他已经起身行动了 且没有给到具体镜头 所以房顶也有可能是被剧拳烘碎的 而且之前上面已经开了不少洞了 有大妈留下的 有凯多路飞战斗时留下的 而这个洞口也有可能是之前的某个 至于为什么他霸奇会因此得到强化 从本质上来讲 霸奇是意志力的巨强化 也就是说 它是源于角色灵魂的力量 而恶魔果实带的不仅是血统因子上的改变 结合五老星确定的 动物系果实用意识 也就是灵魂这一点 当果实和霸奇两种体系都容纳在一具身体里时 其实从灵魂层面 两者是相互纠缠的 但要问他们之间是如何影响彼此的 这还得等以后韦田老师给出更多的信息 二 各项基础属性大幅强化 在进入武当形态后 路飞跳得更高 力量大到抓凯多 打凯多跟玩尼秋死的 相对应的 为了支持如此强暗的身体状态 路飞的心跳极其强劲地跳动着 因此发出了传遍各处的 如古典般的声响 三 路飞能自由地进行体型变化 适应战斗 这意味着 他此时对身体的掌控 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 类似档位变化四的变身 再也不需要前摇 这是真正的万法皈依 四 他能把周围环境同化成橡胶 五 一切都开始变得搞笑 如果单人路飞一直忍不住狂笑 那可能这让他被尼卡意识影响到了 但从实际表现上来看 不仅他自己 开多战斗时 划分也开始不对劲起来 这种让一切都变得搞笑的能力 更像是涉及到了规则层面的新技能 总结完以上五点 动物系吗 他的果实会不会兼具了 自然系 超人系 动物系 三系的特征 这是一枚三系合一的果实 按照以往我们对恶魔果实的分类标准 超人系果实可以分为 一 让自己身体发生改变的超人体果实 如闪亮果实 花花果实 承包果实等 二 掌控规则超能力果实 如铜锯果实 振振果实 浑浑果实等 三 创造并操控某种物质的造物类果实 如线线果实 蜡烛果实 黄油果实等 而回过头看橡胶果实的表现 如鸡烛塔 已经同时用了这三列特征 然后是动物系 这字不必多说 吴老星亲口圈了他的分类 不过这里面涉及到灵魂乃至恶魔果实的基本原理 我们后面详说 最后是自然系 诗文橡胶果实 如今可以看作是自然系嘛 自然系区分于其他果实的显著特征就有元素化 如果尼卡的原型真是不少分析师提到的 荣术中的橡胶术诞生的恶魔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陆菲体质看成天然橡胶 这大致符合了元素化定义中 将身体变成自然元素要素 但这也是橡胶果实最特殊的地方了 纵观剧情中 已经出现过的所有果实 只有陆菲永久地把整个身体转换成了其他物质 其他能变身的能力者 包括自然系 使用能力时 都还有主观催动能力这一条件 陆菲却相当于永久停在元素化状态 而伟天老师也曾在SBS中确认 要是谁把陆菲吃了 就会橡胶中毒 这说明他从血统因子的层面 都完全成了永久橡胶人 但假如陆菲真的可以看作自然系 那为什么他元素化后仍有实体 这里可以对照一下可以元素化 但元素化后只能增大被攻击面积 无法轻松无视伤害 且双倍痛苦的黑胡子 也许陆菲也属于自然系特理 不过其实陆菲什么系都不重要 如今橡胶果实能在一定程度上 分别符合三系果实的特征 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这种分析上的模糊化 公开的跨系处理 上一次出现而卡尔果实公布的时候 本来诺诺果实被定义为自然系 但后来因为年糕不是自然元素 所以最后又被改成了特殊超人系 会不会那时韦天老师就在构思 今后重新对恶魔果实分类的问题了 从基本原理上来看 能力者吃下果实得到能力 当其不幸死去之后 约含其能力恶魔果实 又将在世界的某处复活 伯庞卡拉萨德·偏凯萨回收 剧读史莱姆荣原果实的剧情则说明 这种重生并不是完全随机的 恶魔之力会转移到究竟的 特定的水果上 这也被不少人认为是黑团 比如巴沙斯想在德岛用来夺取果实的方法 因为德岛片中 他老是被这个神秘的包裹跑来跑去 说不定当时里面就装满了各种水果 但关于黑胡子怎么夺取真正果实之力的 云里大老曾提出一个观点 那就让黑胡子在441话中明确说过 暗暗果实可以吸引恶魔之力 那么在利用这一话他提到的 能把一切包括光线都吸进去黑暗引力 黑胡子能不能不吃果实 而趁着白胡子刚战死 把还没来即逃脱的 正正果实的恶魔之力关在身边 使其成为一个挂载在外部的帽子 这样一来 他既免缺多果实的风险 只需要在释放时 释放正正果实的能力即可 同样的原理 像是透明果实中的他瞧不上的 那就在干掉原能力者之后 关注透明果实的恶魔之力 然后再释放他 使其进入特定的水果 这样吸流就能百分百拿到透明果实了 要是方案可行 那今天后黑胡子只需在身边 多拘禁几种恶魔之力 那他就有资本成为最强能力者 在与艾斯一战中 440话时 黑胡子还对艾斯说过 是安安果实的力量选择了他 那么安安果实之中会有恶魔吗 目前无老心酸只确定动物系果实有意识 但也没有否认其他些果实有种可能 不过根据人人果实 尼卡形态也是动物系 他们倒是真的相信 这枚果实大概率也是有意识的 但现在还不是十分确定 这枚果实倒也是凭自己的意识 几百年来无数次逃过了政府的掌控 还是其背后有一群世代传递自由意识的人 在伺机而动 为了有朝一日颠覆世界 而帮助这枚果实在一次次巧合下流落在外 这点还真不好说 至于无老心之所以笃定动物系有意识 有恶魔存在其中 是因为有几位科学家已经成功证明了恶魔的存在 虽然同样是技术手段为主 我按照水平高低来看 这里可以分为贝加庞克的灵魂线 和凯萨加之等的血统因子线 灵魂线 贝加庞克这一路可以追溯到月剑博士身上 月剑博士登场于斐叶片爱尼洛宇宙大作战 看看后来贝加庞克造的 只能靠指令行动的和平主义者 月剑博士的机器人孩子们 已经用和人类别无二者感情了 这个知名斐叶片还交代了月球人移居地球历史 其中出现的古代都市 有着无数拥有情感的机器人 也就是说 月剑博士技术和月球文明一脉相承 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月剑博士和月球文明造出的 究竟是模拟人格的人工智能 还是真的诞生了灵魂的科学奇迹呢 不管是灵魂出销的布鲁克 还是可以交换大家人格的罗 或者是大妈浑浑果实的能力 我们都可以轻而易决 正得灵魂的存在 因此我个人更偏向于那些机器小人 是灵魂和机械结合的造物 而且贝加庞克月剑博士 同样生活在机关岛未来国 那么他的研究是否有跳透于科学领域 涉足更加神秘的灵魂层面 早在两年前 433话时 可比就已经提到过 老贝已经掌握了让无生命的物体 成为能力者技术了 相见和狗枪诠释他的成果 和多年后登场smell果实能力者类似 相见狗枪的动物部分 如果不是额外注入的灵魂 那么他们的意志 就只能来自于果实中的恶魔了 但这技术并不是贝加庞克独有 93卷SBS中提到 小玉加了茶壶 是全权果实狸猫形态能力者 已知和之国起码和外界隔绝几百年了 因此而技术早就存在 此外 贝加庞克还干过更疯狂的事 1007话提到 他凭而凯多血统因子 完整复刻他的果实 而这颗本被当作失败品的仿余育果实 多年后被逃而住意外吃下 如果逃而住的果实内也有灵魂的话 那贝加庞克这波真的摸到复制灵魂的神智领域了 血统因子线 再看其他人的成果 加之修改血统因子 使孩子们的眉毛出现了恶魔果实色的卷曲 这对我们了解血统因子和恶魔之力的关系 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而凯撒这边 为田老师直接在99卷SPS中 给出了人造果实的生产过程 只要用混杂动物血统因子SAD浇灌植物长大 那么就有一定几率长出人造果实 当然 因为这处理实在太过粗糙了 943话中就提到 试下smell果实顺利觉醒能力的几率仅为十分之一 而且除开斯匹德 老鼠人 蝙蝠人 邓领人 这种永远处于人兽型的家伙 其他诸如突碗监狱看守长巴巴努基 多盆 还有台柱霍尔德姆之类 他们的体内存在人类和动物的灵魂并存的情况 而且他们身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动物部分 其灵魂究其本质 应该就有来自于smell果实中的恶魔 当然 作为科学家 他们做的这一切是依靠科学的手段 淡海贼王明显是个科学和魔幻并存的作品 恶魔果实中的恶魔 不仅是一种可控的变量 而且有意识的他们 似乎也在选择主人一样 比如手术果实就曾造就过不少名医 大口真神自古就和之国的守护者 而阿拉巴斯坦也有两位守护神果实自古传承 更典型的 还有陆飞隔代继承的解放战士 不过个人觉得 果实有恶魔这一设定 应该不会加在所有果实头上 也许最后 我们还得根据有无灵魂将所有果实分成两类 这里我们旨在讨论一下 已经确定有灵魂的动物系 有趣的是 动物系间的分界特别明显 怪兽种 古代种 普通种 分别对应神话时代 远古时代 当代三个年代 结合一家山多拉时系就在山迪亚族中留下传说 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模糊的恶魔果实起源故事 在遥远的神话时代 也就是1018话中 福兹福首先提出了尼卡传说的开端太古时代 诸如大佛 不死鸟 大口真神的幻兽 也许多却是存在过的生物 这猜想可能听起来很离谱 但考虑到已经出现了背后燃烧神火 传闻能在任何环境下生存的 极不科学的路纳利亚一族 过去出现过真神话时代的概率并不小 当一个传说节时代终结 许多存在极其陨落 正如291话中提到的 山迪亚人关于先祖灵魂 能在声音指引下回归树林的传说一样 其中一部分的灵魂 在声音的指引下回归神术 诞生出了最初的恶魔果实 此后他们的力量被一代代传承下来 不过像比较好运的路纳利亚一族 则活到了新时代 没有变成人人果实幻臭种 路纳利亚形态 在漫长的历史中 压迫和反抗的循环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1023话中 马尔克回起白胡子曾说过 红土大陆上也曾存在过神之国 但最后却也被玛丽乔亚取代 而一些没有灵魂 果实内只单纯存放恶魔之力的果实 最开始则是可能作为兵器诞生的 当然以上纯属猜测 大家有更好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就像海贼这一名词一样 主角立场有时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当回过头再去看恶魔果实 何为恶魔 联系到凯撒娜血腥的 人造恶魔果实的技术 以及可能出现能力者 无法驾驭恶魔的危险 比如乔巴用蓝波球 扰乱恶魔果实波长后 曾进入完全有本能支配的怪物形态 我觉得这贯穿历史的力量体系背后 必定附带着无尽的血与火 不费得到尼卡形态的换售种果实 不仅是接过历史的重担 其实也是一种考验 看能否走出自己的路 不活成尼卡 也不活成乔一波一 而是另辟西进 成为这大岸上最自由的人 并把自由带向四海各处 带向冒险的黎明 我想大家的心中已有答案 以上就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就让我们期待下一话 如飞的武当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吧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